接着来看到的是我有特异功能 绘画以及摄影作品 针剑比赛季特效影像展 26号是在吉安国小的活动中心 举行了开幕季颁奖典礼 那么参赛的学生是以家 回篮知美任选一个主题 以绘画或者是摄影的方式来进行创作 而县长许正威也特别出席并且颁奖 也期许孩子们持续的来发光发热 展现生命活力以及韧性 配合12月3日国际身心障碍日 华林县府自107年将12月定为特教业 举办怀兰爱无线融合教育情系列活动 至今迈入第6年 26日于吉安国小活动中心 举行唯有特异功能特教影像展颁奖典礼 县长学正威力领颁奖 希望借此实践CRPD国际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精神 增进社会大众对特殊需求学生的认识与关怀 尤其是像这些身上小朋友 他们的作品真的让人家非常的感动 那我这边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啦 好像每次办这个比赛好像都烧了水沫跟书吧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也蛮可惜的 为了让我们的老师的能量能够充足 还有在学校能够征班 让我们的家长究竟能够送孩子到他的学区里边的这个学校 所以我们都愿意来征班 来增加我们的特教老师 112年我们增加了学历前零到二岁四个特教老师 以及托育的部分我们的这个三岁到五岁到六岁 幼儿园的部分四个特教老师 在博小段两个特教老师 而113年我们在明年三月份再开始盘点的时候 或许会再增加 为的是什么 第一个让我们的老师不专业 第二个是让我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照顾 第三个同时我们也希望回到家庭端的时候 家长跟我们的老师一起共同学习成长 教育处表示 本吃增见分为绘画及摄影 以家回人之美为主题 共有学前国小及国中特殊需求学生 创作的388件作品参赛 经评选绘画组共33件作品获奖 摄影组则有34件作品获奖 为鼓励获奖学生 同时提供其阐述创作理念 过程及成品的机会 特别筹办特教影像展 展出得奖作品 及其在兼国小活动中心展出至12月29日 欢迎参观一同探索特殊孩子眼中的世界 记者长邦彦 捷言商报导